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们的天父上帝赐福于我们 在这凌晨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今天只种下善的果子 使我们明天有盼望 主啊求主怜悯我们的儿女 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信耶稣基督成为有福气的人 使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在主里面万事亨通 有晚年的祝福 使我们在生活中见证主 有好行为照亮身边的人 主啊我们相信唯独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内心醒悟 唯独上帝的话语引导我们有哀痛悔改的心 使我们悔改 主啊靠我们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我们自己内心是没有安心的 全要靠上帝的恩惠 唯独上帝的话语主宰着我们 唯独主的话语得到荣耀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上帝是让我们喜乐平安的生活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上帝帮助我们什么呢 能让我们喜乐的生活 就比如说一个家庭里 有一个人内心常常是喜乐的 因一个人内心喜乐 导致这个家庭也幸福啊 这个道理如果大家都明白的话 大家为什么还不喜乐呢 因为这喜乐是 不是靠自己能喜乐的 在这世上有喜剧演员 喜剧演员能斗乐别人 而他内心却是很痛苦很煎熬的 甚至太痛苦就找精神疾病的医院 找咨询 但是尽管找心理咨询师 或者是精神疾病上的专家 也解决不了心理的痛 也不能给人带来喜乐呀 因为这喜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而很多人说 哎呀我不信上帝 我都挺喜乐的 大家要警醒啊 我内心的喜乐 如果不是来自于上帝的话 内心的喜乐 如果是凭空而来 或者是因世俗而来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就比如说 有一个房子 盖好房子 但是呢一直空置着 没有人住 这时候肯定是落满了灰尘呀 这个房子装修的也很漂亮 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设备 但是一年半放置了 是空房子 那就落满了很多的灰尘 我们大家虽然说是信主 但是却一直没有认罪悔改 没有认罪悔改的生活 一直到了十年 那这样的话 能想象我心里 是什么样子的吗 就比如说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 一个房子 空置了十年的房子 和空置了一年的房子 打扫起来哪个更累呀 这个道理大家知道的 我们现在 遇到了一些现实中的困难 就比如说 工作上遇到困难了 身体上有了疾病了 很多事情不顺利了 那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我面前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哎呀主啊 我真的很苦啊 光顾着自己 就是 因为我内心 光想着的是自己的贪婪私欲 却意识不到 一直以来 我到底是怎么生活了呢 也没有想着 我一直以来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分明是因为我内心不洁净啊 十年以来 二十年以来 数十年以来 我从来没有认罪悔改 我也没有遵守主的道 我也没有顺穷主的话语 亦想不到自己的罪恶 想不到自己的罪恶 反而总是在想着 哎呀我怎么这么的痛苦啊 面对眼前的痛苦 我们要认识到 主耶稣基督的爱 如果认识了 主耶稣基督的爱 就一定会谦卑谦虚的 向主承认自己的错 认罪悔改呀 就比如说从小学一直到大学 就比如说从小学到大学的那个教科书 让我用一年时间来读 我肯定也读不完 而且觉得也读不懂啊 很多人说教科书的内容都是很生硬的 而我们每一天如果读课本的话 就不知不觉中 这个时间 在这种漫长的时间里 吸收的能力也是更强的呀 我们每天 每天凌晨 献礼拜 向主祷告 感谢主的 感谢主的厚爱呀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有权力的 有权柄的 我们如果认识到我错了的话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 这个爱可是何等的爱呀 撒摩尔寄生二章六节 上帝能让我活也能让我死 而我的罪恶 上帝并没有按照我的罪恶来对待我 并没有让我死 反而一直给我机会 反而一直忍耐着我 认识到我的罪恶 一直是让上帝痛苦了 认识到我的祖祖先先犯的罪恶 让上帝痛苦了 所以因有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来到主面前 做四阶段悔改呀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是蒙上帝的喜悦 是蒙上帝的喜乐 上帝知道我们 上帝知道我都犯了什么样的罪恶 上帝也最了解我 而上帝一直是慈爱 是怜悯 是给我机会悔改 是忍耐着我 上帝的慈爱是引导我悔改呀 那认识到上帝的爱了 就一定会哀痛的祷告 是认罪悔改祷告啊 而且我们在主面前 哀痛着认罪悔改了 因信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们的 是智慧和知识啊 所以在主里面 使我们因主的话语 使我们成长起来 就这部分脏了 我洗干净了 我的眼睛一明亮 我又发现 哎呀我这部分还 这部分洗干净了 而那部分还是脏的 就每天每天 就洗干净自己呀 洗净自己呀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那我现在有这样的问题 还没能解决 比如说夫妻问题 这个解决了 而儿女的问题还没解决 而无论是什么的问题 来到主面前 主是给我解决的 主是能赦免我一切的罪恶的 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饶恕我的罪恶的 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 坚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坚信上帝的厚爱 而且面对 面对眼前的情况 我认罪悔改呀 看到别人犯罪了吗 承认这是我的罪恶 来悔改吧 不要指责对方的错 也不要指责对方的罪 承认这是我的罪 真诚地认罪悔改 这时候上帝为我负责 上帝赐福于我的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每天每天来到主面前来领受这好的祝福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最好的上帝啊 所以 愿意书二章十七节 在这世上 有些人说 哎呀 我喜欢做运动 或者是说 这世上有再好的东西 都是虚无的 就像是泡沫一样 世上的经济 富贵荣华 看似再好 都是虚无的 像泡沫一样 仅仅是泡沫 只有上帝的旨意是永恒的 上帝的旨意是 天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暴露出来的 真实的爱最终是会让人能理解的 真言二十八章二十三节 或许当下对方误会我 但是时间一久了 就能认识到什么是真实的爱 所以 实现越久了 就感谢了 感谢主的厚爱啊 曾经我们破口大骂 但是呢 我们坚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一直为一个灵魂祷告的话 刚开始他可能是会误会我 但是时间一久 主耶稣基督的真爱 一定会让他 回心转意啊 所以这一定是能行的 因为上帝在做一切的事情啊 大家觉得现在的问题很痛苦吧 而其实通过眼前的问题呢 上帝是为了让我们领会上帝的爱 通过眼前的问题 上帝要引导我们呀 我朴牧师也是失去了我的大女儿啊 我也是被挨打了 而大家现在至少还没有失去自己的儿女 所以大家比我强多了 当然了 儿女身体有疾病 那做父母的心是很痛苦的 通过儿女的疾病 上帝是希望整个家庭能得到变化呀 就无论是自己的家人 还是自己的儿女 面对儿女的问题 大家会觉得哎呀 好痛苦 但是面对儿女的问题 大家不要责怪儿女 面对儿女的问题 就当成是我的问题 来彻底地做这些段悔改吧 相信这时候她能得到变化的 就比如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糟糕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礼貌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我知道这孩子的问题 但是面对这孩子的问题 不要想去教育他 不要想去教导他或者责怪他 我来祷告 我承认主啊 我就是这样没有礼貌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这样真诚的认罪悔改 我真诚的认罪悔改了 就会发现 这个孩子就得到了变化了 就比如说我两个外孙 他们两个在抢一个玩具 这时候我就祷告 主啊 我那心是带着贪婪私欲的 我想拿好东西 结果呢 两个孩子不再抢这个玩具了 互相让给对方啊 我们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说 哎呀 哥哥要让弟弟呀 或者弟弟要让哥哥 不要这样 因为上帝主宰着我们的心怀意念 撒摩尔记上十六章十四节呀 所以 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哪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 都要 都要照着主的话语而活呀 信耶稣基督的人 绝不是要加害于别人的 我内心服侍上帝 绝不会加害于别人 只会爱别人 只会爱灵魂或者是帮助人呀 就有一个神学校的校长 他遇到我 他 就有一个神学校的校长呢 有一次我跟他碰面了 他就说 哎呦 朴牧师原来你这么好啊 因为你的传闻 听传闻就说朴牧师很不好 但是 见了真人了才明白 挺好的呀 朴牧师原来很好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校长 他内心是服侍上帝的人 上帝在主宰一切 所以 所以曾经 大家的亲戚朋友 或许会误会大家 会辱骂大家 而上帝会主宰着这一切 我们只信耶稣基督 坚信耶稣基督的厚爱 而且肯切地祷告的时候 上帝会 使他们回心转意的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 上帝喜悦谁 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 唯有罪人 上帝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据的 所堆积的 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阿门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这就比这世界所有的一切 强得多得多了 箴言八章十一节 大家都希望心愿能得到实现 而领受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就比实现心愿更加的庞大 箴言八章十一节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在这世上恶人 不信耶稣基督的都是恶人 我们人都是恶人 因信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义 那么很多人在这世上 不信耶稣基督 光顾着赚钱 光顾着取名誉 光顾着在这世上 享乐 那这就是一辈子的劳苦啊 而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话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 引导我们的生活 那么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基督 由上帝来主宰我的生活和生命啊 所以在这凌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一生毕生蒙救主的引导 蒙救主耶稣基督的引导啊 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 面对上帝 我们都要悔改的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呀 我们面对上帝 我们都要悔改 使徒行传20章21节 使徒行传26章20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使徒行传20章 我们找一下使徒行传20章26节 20章21节 大家知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 就说自己不明白 不明白 还摸朗两可 不懂装懂的话 不懂不懂 反而会败坏自己的 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都要明确的 明确的说明出自己的态度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 不要不懂装懂啊 马太平五章37节呀 使徒行传20章21节 我们读一下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我们大家读了什么呀 使徒行传20章21节 无论是谁 无论是谁 我们都要向上帝悔改呀 悔改 而且要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啊 而我们不悔改的话 读了圣经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读了圣经 一定要认罪悔改 承认我是罪人的身份 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读圣经 使我领会主的话语啊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读到上帝了 我们呢就要 就要反映出来 哦 我要悔改 面对上帝 我们是罪人 我要悔改的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啊 那么既然信耶稣基督 是为我的罪恶 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那么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 因为上帝的话 也是活着的 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呀 所以 回到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上帝喜悦谁 就赐给谁智慧呀 那么上帝会喜悦什么样的人呢 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蒙上帝喜悦的 我们悔改了 就有甘心喜乐的心 愿意来到主面前 愿意顺从主的话语 在一切事情上 服侍基督的 顺从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是蒙上帝喜悦的 我们找一下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如果大家今天不喜乐的话 就是在排斥上帝的爱呀 无论遇到什么的处境 要领会上帝的爱 不要按照自己体贴世俗的想法来对待 不要按照自己体贴肉体的想法来对待呀 面对上帝我们要悔改的 那悔改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才能悔改呀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呀 我们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在这世上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因为有上帝赐给我智慧和知识了 所以一个公司 我的老总遇到困难了 老总遇到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我把这个困难当成是我的问题来真诚地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这时候上帝赐给我智慧呀 上帝赐给我智慧就有答案了 大家知道面对红海的时候 摩西是怎么做了呀 上帝指使他伸出杖来 摩西就如实地顺从伸出杖来 具有神迹骑士跟随 所以 当然了 我们不是要模仿摩西呀 无论在什么情况 我们也要只跟随耶稣基督 只顺从上帝的话语呀 我们的良心要活呀 大家知道 亲生母亲 是 亲生母亲是疼爱自己的儿女的 因为疼爱儿女 所以管教的也很严格 而我们呢 对待自家人 我们是很严格 而面对别人 我们就 哎呀 反正不关我的事情 而基督的爱不是这个样子 基督的爱是 无论是面对谁 都像是面对自己的家人一样 是爱人如己呀 这正是在一切事情上 服侍基督啊 我们大家都要活呀 所有的人都要得救啊 不仅拯救自己 也要拯救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大家来到主面前 每天信耶稣基督 每天祷告 只有信耶稣基督了 能拯救一个国家 相信 只有福音是能拯救这个国家的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 就为上帝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阿们 大家知道有智慧 有知识的人 是最强大的人 而且是最好的 而这智慧和知识 是要来自上帝的智慧 不是这世俗的智慧呀 就比如说在这世上 在这世上 生活中有智慧的人 做什么事情 都是绰绰有余的 就生活中的智慧 也是能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益处 而上帝赐给我们的 智慧和知识 属灵的智慧和知识 是非常的庞大 是非常的强大 是能拯救灵魂 也能医治疾病啊 就比如说啊 我们买一件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马马虎虎的 都挑不好一件好东西 就花钱就买一个次品回来 但有些人精心的 能知道什么是好货 我们的眼睛要睁开 要看得见呀 这就是我内心心里歪曲了 我内心不诚实 不正直 就是马马虎虎的 我们要非常的明确 才对呀 在一切事情上 我们要很明确才对呀 在一切事情上 要蒙上帝的喜悦呀 我们做四階段悔改 就是要在一切事情上 服侍基督 蒙上帝的喜悦 所以这一天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这一天我们就要在一切事情上 服侍基督啊 因为在一切事情上服侍基督 所以我们 做悔改祷告 蒙上帝的喜悦 因信耶稣基督的保血 救赎之恩 做四階段悔改祷告啊 就有一次我看了一个电视剧 我看见 小学五年级同学 在打架 就有一个被挨打的孩子 有一个被挨打的孩子呢 怎么被挨打 他就 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总是在笑 结果 欺负他 打他的人都逃跑了 因为再怎么打他 就发现这个孩子还是在笑 就对方明明是带着笑容 结果 坏人全逃跑了 就对方 对我发脾气 对我发脾气 那是恶人 那是属魔鬼的 才会发脾气啊 而属于上帝的人 是喜乐的 是平安的 所以属于上帝的人 能得祝福啊 所以无论在什么事情上 在服侍耶稣基督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的 是喜乐和平安呀 我们大家真的要 应信耶稣基督得救赎啊 耶稣基督是战胜了一切了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 能战胜一切 是处处有余的呀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我们再回到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我来读 上帝喜悦谁 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 我有罪人 上帝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据的 所堆积的 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大家知道恶人 恶人 辛辛苦苦积攒的那些钱财和名誉 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 正言十三章二十二节呀 我们大家 应信耶稣基督 恳切地祷告 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上帝负责我的 我们大家愿意领受 这样好的祝福 就阿门啊 我们所有的人 阿门 领受这好的祝福吧 顺从主的道 顺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我们阿门 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而我脸上 如果没有笑容 就是我内心 没有默想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的话 那我就是一个恶人的状态 我就要警醒啊 比如说 这位执事 您的儿女很成功了 是吧 有很多的祝福了 而如果我没有服侍基督的话 我基想的一切呢 都会落到别人身上啊 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 很多人说 哎呀我都一直信耶稣了呀 我也信主了呀 我以为我信了 但是我并没有服侍基督啊 我并没有在一切事情上 遵守主耶稣基督的道 并没有每天肯切地祷告 并没有照着主的旨意来寻求啊 所以在 主耶稣基督和上帝是最为公义的 所以面对一切现实 来到主面前谦卑谦虚地认罪悔改吧 真切的捐言大家在这凌晨领受上帝的话语 得着主的话语啊 我们所有的人 以喜乐的心 重新开始吧 如果内心不喜乐的话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自己心里的罪恶吧 我们心里呢 经常在 抱怨呀 发怨言呀 就比如说 哎呀 这分明是阿尔德四啊 就是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论来 看待一切事情 却想不起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却想不起上帝对我的厚爱 上帝对我的慈爱和怜悯 这都是因为我心里不洁净啊 我心里不洁净的时候 承认自己的罪恶吧 如果看不清自己的罪恶 就通过身边的人 通过周围的人 来认清一下自己 因为对方都是我的镜子 我们做悔改祷告吧 恶人所积攒的 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呀 所以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就要喜乐充满呀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就是喜乐充满的 而总是有想法 总是有头脑的想法和理论的话 因为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是与上帝做对的 格林德后书十章五到六节呀 那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向上帝做悔改祷告吧 真实地向上帝做悔改祷告 由上帝来引导我的心 由上帝来主宰我的心怀意念呀 我们大家 不信耶稣基督 那就是被定罪了 那就是很痛苦了 而信耶稣基督 是由上帝主宰我的心怀意念 而且信耶稣基督 就一定要跟随 主耶稣基督的道啊 这世上所有的财富 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义人 为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我们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呀 我们要在一切事情上 服侍基督 信耶稣基督啊 就很多 就有时候 大家会遇到一些 很不开心的事情 那有些人就说 哎呀牧师不是说 做了四阶段悔改就很好吗 怎么竟遇到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啊 遇到这样 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这正是让我悔改的声音 是给我悔改的机会啊 所以大家悔改吧 大家所遭遇的 所有的不开心的 就是大家需要悔改的内容 大家这样认罪悔改了 就能领受祝福了 真切地志愿 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所以 我看到的 那都是我要得福的 我父上帝 实在是感恩感谢于你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只服侍耶稣基督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 上帝使我喜乐充满 上帝负责我的人生 上帝主宰我呀 主啊 求主怜悯我 保守住我 使我们不再 离开基督 我们相信 我们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领受祝福 求主引导我们的心 使我们信从耶稣基督 听从主耶稣基督的道 使我们真诚地悔改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获得胜利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这一定是能行的 大家信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获得胜利吧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